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我们的滚烫人生将是几位哥哥 深入到各行各业中 进行沉浸式的体验 包括消防员 幼儿园 律师 航空等等 第一个行业是消防员 20分钟就让大家看到 什么才是综艺节目正确的打开方式 01 人狠话不多 用实际行动反矫情 以往看这类型的节目 一开始必然是参加的明星艺人 对于教官们的指令心松怀疑 然后讨价还价 最后还嬉皮笑脸 很不严肃 但是我们的滚烫人生一开始的训练 大家似乎就非常进入状态了 坐第一项体能训练 每人50个 张志玲和李承炫两个人的腿很僵硬 但还是认真的去完成 还没休息够 又开始第二项来回跑 张志玲和陈小春仍然什么都没说 听到口令后就做 坐佛称时虽然一开始也是在讨价还价 但最后却讨出了个超额的结果 大家的数学还是不好啊 而且大家都一起完成了 54岁的陈小春是9个人里边年纪最大的一个 这样的体能训练对于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 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但是每次发布完训练任务 镜头扫到他那里他都是一脸严肃 听到口令马上就开始了 实属人狠话不多 妥妥的矫情达人 02规则和质疑之间怎么协调 在来回跑的训练里轮到理想时 站长直接宣布 原本应该做五组的理想必须做七组 听到这样的任务理想也很惊讶 明显地愣了一下 但还是按照要求做了七组 中场休息后集合 张静突然被要求做20个俯卧称 一开始他什么都没说 但表情明显也是带着质疑 张静做完了之后才发问 为什么他要做这20个 最后白举刚自己报告 说是因为他爬上去了消防车 原来消防站里有明确的规定 未经允许不能攀登上车顶 而且上车顶必须要戴头盔 而白举刚一次性犯了两个错误 张静作为班长 没有正确引导队员 因此受到惩罚 但张静当时的心态是 命令就是要服从的 先执行了再说 而理想突然加量 执行就是了 什么都没说 倒是白举刚突然发问才知道 原来是他们有两组做的不合格 所以累积到理想身上 张静和理想突然被罚 尽管心中有质疑 但第一时间都是接受执行 随后才有质疑 但实际上 这个质疑也并非抗议 只是想了解问题所在 03 上罚共进退的背后 是团体的真正意义 其实我们在消防战的这些训练 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 并不陌生 我们上学军训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一个人出座 整个组都要一起被罚 一开始认谁都不服气 不是我的错 凭什么要罚我 没有深入到这些需要团体协作的职业 大部分人确实很难理解 但实际上 就像那个战长说的 在火灾中救援 很多时候是看不太清楚里面的状况 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 这个时候 只有靠与队友通力合作 甚至关键时刻 还要无条件去信任队员 才能完成任务 并且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的安全 这种默契 互相信任 恰恰需要平时的这种 共进退的训练